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两人说要是真正的我们全部就是没有我们的工作只是这样玩 其实人生不完美 玩三天 就是好像我们这种一边享受一边还有追求 然后这种分享太不完美了 这一次我们一起上来了大概有十来位吧 六星总裁 大家彼此交流包括跟老板跟庆贵的交流 大家觉得又很兴奋的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今天上午呢我们趁着还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有两位人物我们特别需要好好的跟大家推荐介绍一下 因为这两位伙伴是我们九月份前一段时间刚刚新竞技的六星级总裁 一位在台湾一位在马来西亚 他们两位几乎都没有做过这一行啊 但是他们在成功的传统生意的这个背景之下 接触到了属于平台 然后投入进来以后取得非常大的一个快速的成功 我觉得这对大家有非常好的启发的意义 你说的 是的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其实蛮震撼的 就是觉得这个生意这么容易就可以做成啊 只要你有信 对 其实就用了那句老话 思想无难事只怕有新人 确实如此 那这两位新竞技的六星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隆重的介绍 一位呢是来自台湾的Vivi六星总裁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Jessica六星总裁 Vivi呢和Jessica都有非常好的传统生意的这个职业的一个过程 非常成功 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3呢 我们想请两位分别做个介绍 先请维炳 我知道昨天晚上吃饭你给我介绍了一下你的过去 我问到了 你是由自己的职业教育的一个机构 对 做这个职业教育 同时你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研究易经可看是易经大事 不敢 那么在这种这么好的一个工作背景 教育背景跟智慧的这个储备之下 你为什么会选择3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刚刚听到和平老师 利亚老师还有Chloe在讲 对这几天其实对我来讲也都是相同的震撼 那其实应该说加入水就在去年 对那其实我跟应该是这样讲 在我研究易经的这个过程中 我很清楚知道成功绝对不是单打独斗 也不是只靠一个人 其实在过往对于这个像我的应该说我们的整个团队系统里面 由King带领的整个团队系统里面 其实在过往十年 其实我就已经有耳闻到这个系统 所以其实这一次对我而言来讲的话 其实我很想要跟各位大人物学习 所以我一开始呢 其实我就已经选定了一个就是一个对的系统 所以其实水亦对我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 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成长 然后让自己再提升 然后带领更多的人来去在每一个平台上 然后创造非凡的成功 所以这是我当初为什么选择水亦的原因 太智慧太有眼光了 那么再问一下Jessica Jessica昨天我一了解 那里背景也是不同凡响 有八年时间从事于金融在渣打银行 然后在武汉分公司和上海分公司 担任中小企业部的总裁 广州 然后后来就离开炸打银行 自己创立自己的金融投资公司 做各类的金融贸易方面面投资 也是做得非常成功 同时你也很有兴趣对易经做一些学习研究 那在这么良好的背景下 你在一年多前遇到了3 因为你没有做过几行 你怎么投入进来的 这个当中你是凭着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来选择的 一开始当然是因为我的资源 就是我的资源 就是我的资源 Vivi是你的资源 是 那真的 明示出高途 这是真的 对 对 当Vivi总裁就是他介绍了我关于Tree这个平台 就是开始 当然知道他的大开的经营模式 就没有深入的去了解 所以多少都有一点抗拒性 但是后来我也在判断就是现在的局势 就毕竟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很动荡 然后也在想什么是很好的突破口 所以后来当然我也找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衡模式 所以我时常都跟我客户分享 因为在我们做金融业 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都没有绝对 明天可能都会发生很多不同的状态 所以我说如果可以借由一个稳定的平台 当然由Kim的带领之下 就是曾经就是通过100亿的美元的这个关卡 对不对 重新再来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最最重要的特质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 怎么借由这个平台来稳定自己的收入 所以尤其是传统生意 就我们在做投资的方面 我们遇到的很多都是传统生意的老板 所以传统生意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上就可能跌下 对对对 因为我说为什么不能当它是一个避险工具呢 避险工具 对对对 所以我说它可以是你的避险工具 平常聊聊天啊 喝喝酒啊喝喝茶啊 你都可以跟朋友分享 对不对 然后让自己有健康之余 又可以赚起额外收入 有何不可能 太棒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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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听了两位这个 虽然没有做过这个 但是充满了智慧 特别是杰西哥还做过金融业 所以从这个传统生意的投资风险啊 角度啊 包括短期收入跟长期收入 稳定收入 这么一平衡的话 3公司真的是选对了 是 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是 肯定是 我想问一下的 你们两位是意境研究 你们来做的时候 有没有从意境研究 那个运势的角度 所以特别有信心 所以我也想问 你们没有做过这一行 怎么会这么快呢 那肯定得问我的大师 其实是的呀 因为其实刚刚 Jessica也有讲到了 其实我们 我一直在讲 其实这个挂数 其实不管做事业 这个挂数 其实是我们的 易经第五十挂 顶挂 哇 那这个是指的 我们train吗 当然 易经有六十四挂 这是第五十挂 是不是 对 顶挂 那这个顶挂呢 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的 因为现在的整个局势 我们刚刚讲 我们这个总裁都讲了 在这个金融局势 还有整个世界动荡之下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一个突破口 而且要的是一个四平八稳 能够把我们顶起来的一个突破口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 顶挂一直在讲 就是说 你的成功 如果你是靠单打独斗的力量 你的成功铁定上去很容易就下来 所以刚好在我们属于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整个系统 所以这个风火挂里面最重要的就在什么 我们要如何把这个风刮起来 我们如何利用系统的力量 然后不断的去堆叠堆叠 然后你用堆叠的方式 风一来火一来就忘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属于其实就是这个顶挂的力量 哇 这一听简直是我们的选择太正确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们那个快 一个是你们顺应了这个运势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自己在运作的时候 怎么会这么快呢 讲到这么快啊 我不得补充一下 因为昨天Jessica给我一个惊人的数据 从来没有做过这样 但是一年多时间 不但她自己进就位六星总裁 她两个亲弟弟五星总裁 哇 她的一个表姐四星总裁 是的 一个表弟四星总裁 哇这一家五个 这个这个一家五个 哇一个六星两个五星两个四星 这真的令人惊讶 虽然我跟丽雅我们做了这行 做了十多年 但好像我们很难听到有这么成功的一个故事 所以丽雅刚刚就想问这个 怎么做这么快的呢 但是恐怕线下的更多的伙伴们都想知道 对啊 其实 就是撇除我觉得血缘关系之余 因为我们也 就是整个家族也是属于比较团结性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上面就是当然大家配合 你说有摩擦一定会有摩擦 对不对 但是大家秉着的信念是一样的 知道我们想要就是达的目标是哪里 所以核心其实就是整个系统的力量嘛 对不对 怎么借力死力 对不对 比如说像我表弟 他就他本来是在邮轮上面做黑炒的 嗯 我知道 对啊 对啊 他是在人事部就是管理一千七百多个员工 对 然后他一看到这个系统 就是当我们分享给他 他就一看到这个系统 他就直接辞职 然后就全职就是做这个系统 所以他也是我们当中付出最多的那一位 嗯 就很多的就是 波音啦 对很多的那些 admin方面的东西都是由他来做 帮忙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就是 呃 我觉得在平常我们只是一种情感上面的 一个交接 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血脉关系嘛 嗯 但是借由这个系统就进来去了以后 哎我们在实战上面就有更深入的矫情 更了解彼此 然后更加通过彼此的那个专长 来辅助我们大家一起往上走 嗯 就是借系统的力量 对啊 所以他们这个团队就是最符合我刚才讲的顶挂的 哦 他有三个共同 就是要共同的经历 要有共同的认知 然后大家要有共同的目标跟方向的时候 他们共同别起来的力量就很大 嗯 还有共同的情感 是是是 对吧 正符合我们过去一直讲的嘛 天时 地利 然后 我讲的好 我知道你们团队这个 呃 在上面的领导是我们香港的六星 是吧 对啊 我看到patrick对我们团 对对对对台湾团队对对马来西亚团队特别付出啊 对 不断的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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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系统的力量 是 太棒了太棒了 嗯 那我也很好奇啊 你们有没有什么 这个过程当中啊 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挑战 就是最让你们觉得最大的挑战或者 最难的你们觉得是什么有吗 也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那么顺利啊 对 对 不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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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你都不可能没有挑战 但是能做成你们知道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感觉 对 你们两个学院跑掉 对 明明是开楼的嘛 肯定是从你的开始吧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最难在这个 在应该说在这 在不管任何的企业体 因为我辅导过很多各式各样商业模式的企业体嘛 嗯 最难的永远是人 嗯 对那当然我们领导是看准了 也看懂了 但是不一定的是每个人他都能够看嘴看懂的 嗯 包含像Jessica 她也是经过 她刚刚也也讲了 其实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去观察 嗯 去理解 对 要不然像我在分享这个事业给她的时候 我记得她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 大师别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搞了这些东西搞这么久 对对 我不可能来做这件事 我说你等着看 不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 最难改变的是人的思想 跟人的逻辑 对 跟他的一些评估的方式 对吧 那所以 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 我拥有像这样子的很好的这个大智慧者 他就会说没关系 即使我现在是排斥的 嗯 但是我觉得既然我相信了你 那我们就一起来评估看看 看我们如何来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觉得最难的永远是人 嗯 嗯 是是是 Jessica 你怎么看 对对我来讲 肯定也是人 哈哈哈哈 就是不管在辅导 就是我们自己的客户群啊 企业群啊 其实人的认知本身 都是最难的突破口 其实在这个方式里面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比较容易转移的 嗯 就是因为我当然我时常辅导客户嘛 尤其是像类似重组 就是客户都是在低端的时候 都会让我们 让他重组 然后我时常都开玩笑 我跟客户说 我说别人的强下是重组 我说我的强下是 重组以后我让你重生 哈哈哈哈 重新成功 对啊 所以这个是我时常 就是跟客户开玩笑的一个品号 所以当然这个事业到我的手上的时候 我自己也在评估 如果我 我会让别人突破他自己的认知 然后从而相信我 为何我不能就是百分之一百的去相信 就是还有世界上还有更大的智慧者 对 还有更大的企业家 他可以带领我去不同的方向 所以当然自己先放下 就是先放下自己先突破 然后就开始分享 就简单相信 就简单相信 其实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会简单相信 这个是我觉得 他们会在想 你是不是 你一个你是这么多策略的人 就是说你在做金融布局 你会做很多的策略性的 对 你会这么容易简单相信 就是一个新的平台 对一个平台 简单就去做了 对 对 所以我说其实平台本身它就是这么简单 我说平常就跟朋友聊聊天 对不对 我看到三分钟故事 就我的领导Patrick 他就时常叫我们三分钟故事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到 其实讲三分钟故事 都是很多人很难突破的方向 所以我们会跟伙伴分享说 如果你出去跟朋友喝茶 你会讲的这么辛苦吗 这三分钟故事 可是我不会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你一讲失业 你就会觉得 我开始扛 因为你自己内心里面是抗拒的 所以怎么去突破你内心的抗拒 从而相信这一份失业 可以带给你更大的财富 哇太棒了 其实 确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就是 就被自己的一些经历 或者一些knowledge 就是知识给限制了 对没错 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人越放开自己 放大自己 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就很容易接受很多事情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 越谦卑 越让自己觉得我们是特别渺小的 你就会觉得很多东西你都愿意接受 所以我是在这个行业里有很深的 就是哇 不会是 刚才那个 做过这么多方面 我就有想到 这个是你 就是当你的朋友一开始不接受 Jessica不接受的时候 说不要了 但是你坚持带他去了解 所以给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人的朋友分享 特别是好朋友 或者他背景很好 跟他一起的时候被人家拒绝了 我们就放弃了 就觉得他不接受 我们就放弃了 其实不接受的人 其实会是一个黑马 是你的朋友 这个Jessica进来 就是你坚持带他 但是当然 Jessica很能进来的 有这个福报的 就是他愿意对新的东西 当你坚持 他愿意去了解 没错 所以这个两点促成 今天一个黑马出来了 没错没错 我还想问一下 因为一开始说 两位都没做过这一行 那带进来的朋友呢 可能有做过 可能大部分也是没做过 那你们又是良好的商业背景 又是会讲课之 那你们肯定是 把实力方方面面的这些信息 都告诉他们了 但是下面这人怎么做呢 他没有你这种背景 没有你这么这个这个 这么会理解 这么会说 他们怎么做呢 所以 在这方面 你们有些什么体会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要当一个领导 最重要的就是 言教不如生教 也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投入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一直要 叫人家进入系统 可是我们自己不投入系统 我们一直叫人家来学习 然后领导自己不来学习 然后我们却渴 我们整个团队组织里面 是进入系统 然后可以来做的 那是不可能的 是 所以呢就像我讲的 刚开始我也跟Jesica讲说 没关系我做 然后你看 然后我也需要这种 你看方方面面的这些 大智慧者在旁边 帮我出谋划策 对啊 他就是在告诉我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 所以我们是要把整个团队 带入系统 所以不是靠自己讲课 绝对不是 这个有培训 那个有培训 然后每个团队要有共识 我刚刚一直在回到顶挂 顶挂只要没有共识 我们讲顶 顶有四只脚 下面是不是 我们中国是不是 对对对 对不对 那这只脚往这边走 这只往这边 那谁顶得起来 铁力一起下去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三个共同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进入系统 才会有共同的经历 这个经历是什么 我们在谈什么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谈什么 然后我们要有共同的认知 也就是说很多人 很多领导 他可能他看到说 哎我要上去 我要上去 我要上去 可是大家想的就是说 哎我要找黑马 我要找黑马 可是先没有让自己变成黑马 你自己要先成为黑马 你才会带动一群黑马 是 所以 这就让我想起 我们那个香港另外一位领导 Harris 他讲过 他在等三个队的人 哇 第一个等自己成为对的人 是 第二个呢 等对的人出信 是 第三 等团队里面的伙伴 已经进来人成为对的人 是 哎 你的时候有没有锁进系统 就是把你发现了好像的人才 你请上级领导帮你 还有呢 把他们带到上级领导过来 把他们带给上级领导 来帮助你激发你的伙伴 也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团队 我一直在讲 它是一个整个团队 由上而至下 你没有说靠我来带 铁定不可能的吗 我们的领导都比我们更有经验 只是在这个行业商业模式 我们两个都没有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商业模式这么成功的经验 所以一开始就像我讲 我们的整个上级领导 他们也很投入 也很付出 不管是台湾马来西亚 只要我们需要学习 不过我必须讲了 我们两个也是很好的学生 我们两个是很好的学生 学习成长 这个他要想成功 一定是透过学习 拜托领导他自己花机票 自己花住宿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只需要什么 我们只需要把人带到 我讲到带到吗 我讲到昨天 我真的是意经大事 其实你知道他们恰恰就证明了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领导的 他就只想他自己也来带团队 他不希望别的上级领导来touch的团队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没有知悟 而且是非常不能把团队做大的 是 所以哇你们不会是低 其实按理说 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能力 全完全可以自己做 是啊 你就可以用自己的这些背景啊 这些能力就能把团队带好 但是你们依然去建立你们的领导人啊 建立系统 这简直这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他们可以做的这么快 原因就是这样 这个未来很智慧就在这里 这就叫会借系统 这一点 如果你其实以前办学校 对 他是意经的大事 对他完全可以 你要是觉得我都懂 对 我来 也不会这么快 那让我相信他写定不懂的意思 昨天晚上我还得到一个很令我震撼的数据啊 去年九月份 Kim第一次到亚太巡回 在马来西亚第一场的大型说明 一千多人参与 包括马来西亚的王室的公主啊王子啊等等都来 居然有七百人 是我们Jesica邀约来的 啊简单 我的天啊 我觉得这个是突破行业的一个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我没有听说 就一个人的话 我邀请了新老婆一起七百多人参加 七百人吗 我的天啊 不是七百人 七百人 是的 请这个Jesica跟我们讲一讲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怎么带到这么多人进来 对 其实当时想法也没这么复杂了 就是因为我参与了亚太巡回嘛 嗯 然后最后一站是马来西亚 所以当时因为 很兴奋 对那大家很兴奋 因为这么多的那个就是前辈们嘛 可以跟大家互动学习 然后马来西亚竟然有这样的福分跟那个就是机缘 所以就不断的打电话 就整个亚洲巡回 我都不断的在给伙伴打电话 对啊 对啊都不断打 然后都要他们 哎我说都把朋友邀约来 嗯 我说听听没有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说而且每一个人 我说讲讲的方法 他可能适合不同各行各业的人 嗯 所以我说像我讲的肯定是很金融属相 嗯 很企业家 我说但是其实这一份 他适合任何各行各业的人 对对对 只要需要一个机会的人 所以为什么不把机会就是让给人家 是啊 七百多人里面 哇 有身份很高的 贵贵族家庭了 哦 王子公主 他都是人嘛 然后 哈哈 第一点呢 可能还有包括七百多人肯定有家庭主妇啊 对啊 退休人员啊 打工啊 传统的都有 对不对 是啊 只要是人都能带到这场 你就是有这个思维和智慧啊 就是看到每个人都要机会 其实你看这个做对了就是卖机会卖会议 男人拼命带会议 嗯 至于你的七百多人 参加那次会议给你电影 对发展电影的很好 对其实是很好的基础 嗯 因为我说如果 我说大家都不是自私的人 所以就是坐在一起都是一个 就是都想大家互相看好对方的人 嗯 我说当你看到有一座金山对不对 我说你会自己跑去偷偷挖 还是你会分享给朋友 挖 所以我说这一座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金山 然后它是取之不尽的金山 对 我说只是你付出那个努力 可能你开始在挖的时候 你刚好挖了一块很硬的石头 嗯 但是你不知道它其实后面是一颗陨石 对不对它有无价值吗 对啊 对啊 对啊是吧 所以我说其实是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事业 如果你想付出它是一个事业 然后它也不是一个买彩票 因为我私下有个朋友讲 诶我说很多人做这个行业 他的认知是我当做我去买彩票 对 对不对我今天买了 诶我发现这样没中啊 你不是跟我讲这样买你的方法就能中吗 对不对 明天再去买后天 然后就是诶我发现不行了 这个这不是我想做 我说做这份事业是需要付出的 嗯 然后我说我上级领导就是Betrick 我说你看他 来到就是 他真的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 每一次来都病得兮兮的 哈哈哈哈 生病了 对啊 他真的是都讲到喉咙的沙哑 然后有时候午餐当晚餐吃 嗯 所以他为的是什么 他不是为自己吗 对不对 他为的就是大家都看得懂这个事业 这就是我觉得都是我们以为榜样的人 嗯 然后当然只有我的大师 对 我再问你 那700人不是你一个人邀请的还是 那肯定不是我一个人邀请 一个人怎么邀请的话 对 对 其实你鼓励整个团队大家 弟弟啊 表姐啊 表弟啊 好朋友啊 闺蜜啊 以及他们他们的这个朋友 就是甚至甚至 其实大家当时为什么可以达到700多人的局面 也是因为我们很多其实没加入的人他都邀请朋友来 嗯 哦 没有加入的也要请一起来 对对对对 一起来考察 对对对 其实是 然后后来我们就因为这一波来了吉隆坡的人 后来去了移保嘛 对不对 然后移保的时候我的伙伴也说 好啦就哎 吉隆坡场面这么大 不可能移保我们就没没没带人出来嘛 就带人出来 但是他第二天收获到的是不断的电话 而且是电话响就说哎 我要加入哦 怎么加入 哈哈 为什么你们没有后续跟我讲怎么做 啊 所以我说你看有这么轻松的 我说干嘛自己一个一个去讲 对对对对对 我说有系统可以介力 要有人带到会 对对 我说为什么不不介力 对 尽量的带最多的人去会议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也就是Kim一直在教我们 其实因为我们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会讲呀对啊 也没有办法去培训啊都不懂啊 所以那最好的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会邀请朋友 这谁都可以做得到 你只愿意开口就有机会把朋友见 太棒了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一个过程 高高低低大 你一直想问他们 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经历了这一年多的时间 就是如果说再给你一次机会 遇到 所以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你们就会怎么做 你们会觉得哪些 你们会做得更好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应该 速度会更快一点吧 立即够转 你应该做上火箭 立即更大 对啊 可能前期的就不会再这么多的 就是观望的太多 对 就会更快的就是拿起那个锄头 赶紧去把亭上挖钻石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 其实对很多人一开始 我觉得它是一个 就是被一层沙盖住了的 这样的一个金矿 很多人都看不透 它是一个金矿 以为只是一个石头山而已 但是你把这颗 这颗 这沙把它揭开的时候 哇 那我们就是看大家 你要付出多少努力 你去拼命的挖 你多付出努力 你就挖的多 但是大家一起来 来这个是更有意思 去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零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六星啊 七星啊 对不对 这个有六星 Kim 对吧 七星 有Harrison 但是现在我们团队你看 我们都是六星 所以团队伙伴更新来 应该看见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高点 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高点 所以很简单啊 别人能爬上去了 我们跟着上去 因为我们已经突破了零 让一 这么大的认课 更成功的气垫已经小了 是 十八了 恭喜各位 预祝各位 两位啊 早一点上七星 我们也要 对 早点上七星 我们一起 你的两个弟弟 哇 上六星七星 你的表姐表弟 上七星 你也更多伙伴上去 我们也是更多的伙伴 对吧 一起更多的伙伴 希望明年的奖励旅游 就不是我们十几位的 对 应该是几十位 上百位 我们的老板有 曾经讲过嘛 这一次Riskato 对吧 我们才这么点 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包下这个Riskato 一两年两季 两三百位的这个流星气垫 你没问题 你没问题 加油 加油 气垫已经小了 Let's go 谢谢 给个点范了 没有进入这个行业的 亲朋友来说 我觉得给他们一个很强大的信心 很大的鼓励 只要简单相信 其实当初我也是 就简单相信 所以也是会做的 比较容易比较快 是 太棒了 真的是 好 谢谢 谢谢 有机会还有钱帮你们 好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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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